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認識一下時間的觀念 什麼是順時針 什麼是逆時針 我們先來播放時間 你有看到時針走的方向 時針走的方向就這樣 往這邊走的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順時針 那假如時針走的方向 是從這樣倒過來 通常沒有這樣倒過來走 所以順時針都是順著時間的方向 倒過來我們會稱為逆時針的方向 那我們有時候講方向的時候會講 逆時針就是倒過來走的方向 那時針呢這樣走 長的這個黑色的這個我們叫秒針 秒針走一格一個小格 這一個小格是1秒 那一個大格是5秒 一個大格5秒 針對秒針來講 走完一圈整整走回來到12 這樣60秒 60秒會過多久呢 過1分鐘 60秒我們就這樣叫1分鐘 那1分鐘走5格到1 這個叫做5分鐘 走一大格就是5分鐘 所以分針走一大格到1的這地方 就是1分鐘 5分鐘 5分鐘 秒針走一大格是5秒鐘 分針走一大格是5分鐘 那時針走一大格是1小時 所以我們來看 1分鐘等於多少秒 1分鐘是60秒 1分鐘60秒 走了60分鐘呢 會變成1小時 60分鐘是1小時 那我們分針走走 這樣走到1是5分鐘 走到2是10分鐘 走到3是15分鐘 走到4是20分鐘 走到5的話 就是25分鐘 走到6的話就是30分鐘 也就是半 那也是半 我們來把時間調稍微快一點 我們來看 那我們來慢慢講 你可以看到 秒針線走得越來越快 分針也會跟著走 走一圈 分針就走一格 走一圈 分針就走一格 那我們看 當分針走 當分針走到1的時候 秒針是走到5大圈 就走到5乘以60等於300秒 那我們再走快一點 讓分針呢 可以讓50倍數的時間來看它 分針 分針看走到15分 分針走到20分 所以12點20分 12點25分 好 我們先暫停一下 我們看到這樣子 當分針走到6 十針是1 12跟1的中間 這就叫做12點30分 也叫做12點半 這樣知道嗎 走到6的話 就是12點半 我們繼續讓時間走快一點 那35分 這樣是12點40分 12點45分 12點50分 12點55分 好 我們來看 當時針走到12 好 分 那個 那個 分針走到12 十針呢 正好會走到1 有沒有 這樣子過了一大個 就只要1小時 就過1小時 就變成1點鐘了 這1點鐘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是1點鐘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讓我們繼續讓它走快一點 一樣 這樣子 1點20 1點25 1點半 好 那我們讓它走快一點 2點 2點 2點半 3點 3點 3點半 4點 4點 5點 5點 5點半 6點 這樣同學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時間的這樣子 好 所以你可以看 當我這樣子走一圈下來 好 我再快一點 走一圈下來 好 快走一 當時針走了一圈 你看已經過了 好 過頭了 這樣就12個小時 過了12個小時 就是一天 好 就是一天 半天 好 12個小時是半天 更正一下 12個小時跟半天 那假如說再這樣 再走快一點 當時針走兩圈 好 時針走兩圈了 這樣就24小時 24小時就一天 過了一天 一天24小時 所以這樣 這樣就知道 那這邊就會 24小時的話 一天有24小時 那半天12小時 這樣 對時針中的觀念 有沒有清楚呢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知道 時針為什麼會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我們要珍惜時間 要努力的讀書 那不要辜負爸爸媽媽的心意 所以時針 時針就會不斷的走 每天秒針也不斷的走 分針也不斷的走 他們不停的走 那我們相對 我們要把握時間 時間就這樣 一直轉眼這樣走掉了 那同學也要好好的努力用功 這樣子 好好的讀書 這樣子 才能夠 未來成為一個很有用的人 那時間的觀念這樣也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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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